欢迎来到三米阅读,阅读乐趣,三米启航,祝您听书愉快。 故事的形成与发展的,但这一本却是从一个相对陌生冷僻的角度来分析三国。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不久我们解读了宋杰老师的另一本书,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地理枢纽。 在书中,作者宋杰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运用近现代军事地理学中枢纽地区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历朝战争与政治变动中的地理因素影响。 三国时代是秦汉长期统一中国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大分裂局面。 在经历了军阀混战,群雄逐鹿的局面后,魏蜀吴三国各自拥有了固定的疆域,转入了长期对峙。 作者宋杰说,三国鼎立的本质就是在东汉时期中国南方经济逐渐发展的背景下, 传统的北方关东关西两大经济区和南方新兴的江南四川经济区之间的对立。 而三国之间长期的军事冲突,也沿着这些经济区之间的中间地带, 围绕若干个地理位置显要的军事枢纽地区,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展开。 说到三国时代的对立态势,我们都有一个基本常识, 曹魏强,吴蜀弱,所以吴蜀经常联手对抗曹魏。 但是,说曹魏强,他究竟强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说,打仗打的是什么? 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人力资源和军事技术。 由于冷兵器时代,古代中国内部战争中, 各方军事技术水平往往相差不大。 所以,胜负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各方能够调动的人力与资源。 宋杰老师的这本书,依旧从自己擅长的军事与政治地理学角度, 以三国时代的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切入口, 来为我们剖析三国鼎立时代, 未属掌握的地理疆域和资源实力对比, 以及各自军事战略的侧著。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从地理疆域和资源角度, 来逐一盘点魏蜀吾三国的国力, 再来看看当时的地理环境, 对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冲突造成了哪些影响。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 我在通过三国时代的战争史, 以襄阳、祁山和如须口为例, 分析魏蜀吾三国各自拥有哪些兵家必争之地, 以及这些枢有地区对他们的生存和军事战略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好,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1800年前的三国世界, 俯瞰封烟四起的中华大地, 来了解一下三国时代的军事政治割据态势。 首先来看看最强大的曹魏, 东汉王朝的疆域曾经分为13个州, 曹魏政权可以说一家独大, 所谓三分天下, 未有其妻。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 曹魏政权的管理区域就包括元13州中的9个, 疆域包括陕甘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 以及华北大平原, 山西高原, 山东半岛, 玉西丘陵和南洋盆地。 当时天下的四大经济区曹魏政权拥有了其中的两个, 控制土地291万平方公里, 人口443万, 能够动员的最大兵力达50万左右。 相比之下, 孙武和蜀汉政权的基本盘就有些寒酸了。 首先来看看吴国, 最强盛时期的领土不过荆州、 扬州、 焦州与广州四个州。 而且焦州与广州还属于新晋开发的荒满之地, 人口稀少, 气候恶劣, 经济落后。 所以, 孙武政权可以依赖的主要是荆州与扬州地区, 其中荆州还是公元215年从蜀汉手里夺回来的。 这里的核心经济区是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 这里虽然土地广阔资源众多, 但自从东汉末年以来, 由于地理位置为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战乱不断, 人口锐减, 经济凋敝, 并不能对孙武朝廷的财政进行有利的支援。 所以, 孙武政权看似领土广阔, 但能够依赖的经济资源区只有一个, 也就是所谓的江东六郡, 其范围其实很窄, 就是东汉时期的扬州位于长江以南的部分, 包括今天的苏南太湖平原和浙北的宁少平原。 这里土地平坦肥沃又有河流密集便于灌溉的优势, 从春秋时代以来就是中国境内著名的鱼米之乡。 同时, 在江东六郡之地中还有众多地形复杂的山脉丘陵地带, 居住着山岳民族。 他们民风彪悍, 割据一方。 为了招服平定山岳人, 孙武历代君主费了不少力气, 一方面出动军队镇压, 一方面有努力把山岳人纳入孙武国家的编户齐民系统, 收取赋税充实国力, 还招募山岳人中的精锐武士编入武军。 综合来看, 在三国中, 孙武总体实力位于第二, 拥有人口大约230万, 能够动员的兵力为23万左右。 国力排在末尾的就是三国演义的主角, 刘备和诸葛亮所代表的蜀汉政权。 在公元219年7月, 刘备正式称王的时候, 蜀汉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四川盆地, 汉中盆地和部分云贵高原。 后来诸葛亮北伐时, 又取得部分隆南地区。 虽然蜀汉听起来面积也不小, 但是经济繁荣, 人口聚集的核心区域, 不过是汉代设置的益州一个地方。 所以, 三国时期说到蜀汉, 也往往简单粗暴的直接用益州来取代。 比如诸葛亮在著名的初识表里自己就说, 仅天下三分, 益州疲弊, 此城危及存亡之秋也。 蜀汉政权能够维持, 主要依靠益州下属、 蜀郡和汉中两个农业生产区, 分别位于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 以及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 其中汉中盆地还是川散交通的必经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 但凡依托四川的割据势力, 大都努力经营汉中, 成为防护来自北方军事进攻的屏障与枢纽要地。 除此之外, 蜀汉政权还有一块堪称大后方的领土——南中, 也就是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接壤的南部山区。 但这里地势崎岖复杂, 气候多变恶劣, 农业落后, 再加上各民族部落林立, 对蜀汉政治忠诚度非常薄弱。 所以这里只能作为蜀汉政权的外围依附地区。 作者宋杰就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 公元263年, 曹魏大军在名将邓爱率领下偷渡殷平, 攻占免主, 直接威胁蜀汉首府成都。 于是有的大臣就建议蜀汉的后主刘善, 要不紧急迁到南中地区, 依托那里的天险继续抵抗。 但是大臣乔州就出来反驳, 说南中地区资源贫瘠, 各部落忠诚度又未可知, 所以完全不现实。 最终刘善决定在成都投降。 所以啊, 如果仔细一核算, 蜀汉政权的领土面积虽然也有107万平方公里, 但建国初期人口只有大约90万, 蜀汉到灭亡时, 全国人口也不过94万, 还供养10万大军和不成比例的4万官吏公务员, 蜀汉政权国力的衰弱统治的严苛可见一斑。 所以, 看完了卫属三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地理疆域, 我们就能发现, 三国鼎立的实质就是中央王朝控制力衰弱, 让原本中国境内的几大独立经济区拥有了割据一方的能力和意愿。 具体来说, 就是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难移, 让中国古代内部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曹魏代表的是长江以北传统的两大经济区, 关东和关西, 而孙吴和蜀汉依托的是新兴的江南和四川两大经济区。 作者宋杰总监说, 吴蜀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顶足并利, 主要是因为汉末以来的长期战乱给北方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经济凋敝, 人口巨减, 所以大大削弱了曹魏具有的各种资源优势, 再加上孙吴蜀汉具有长江和秦岭的天然障碍为地理, 得以构成有力的军事防御态势, 能够在防御战中形成局部优势, 实现倚弱胜强。 但无论如何, 随着曹魏政权的稳定, 社会经济生产的恢复, 他拥有的压倒性优势就很难扭转。 三国时代吴国的大臣诸葛克都说, 现在天下的战略态势比战国时代还要恶劣, 曹魏比秦国还要强大很多倍, 而蜀汉孙吴势力加起来还不到昔日六国的一半。 那么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之间的军事冲突有什么特点呢? 大家听评书《三国演义》肯定感觉说, 三国时代的战争真的是金戈铁马纵横百合, 动不动就是大军远征于千里之外, 长途奔袭。 当然了, 在公元二零八年赤壁之战之前, 群雄逐鹿中原的阶段, 这种情况是有的。 不过, 自从二一九年刘备称王, 孙吴夺取荆州之后, 魏蜀三国之间的疆界也迅速稳定下来, 大兵团远途开拔, 穿插机动的作战方式就不大常见了。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解读宋建老师的上一本书《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里, 就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 古代中国疆域内山脉、丘陵、河流纵横分割, 导致在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内部战争中, 军队的行军路线严重受限, 也很难进行远距离迂回作战。 所以, 谁能截足先登, 控制一些位于双方势力交界处的地理险要位置, 临近水路交通节点的枢纽地区, 谁就能占据地理, 以义代劳, 增大取胜的把握。 所以, 一旦魏蜀三国之间的疆界固定下来, 实力对比也趋于均衡, 那么, 选择位于几方边界的枢纽地区囤积重兵, 立足防守, 再图进取, 就成了一种最明智的大战略。 而此后, 魏蜀三国之间的战争, 也围绕着这些枢纽地区的争夺而展开, 于是关东关西与江南四川三国经济区之间的分界地带, 也就是江淮江汉之间地区与秦岭沿的陕南甘肃等地, 就成为三国鼎立时代熬兵的主战场。 好了, 刚才我们带着大家从地理资源角度了解了三国时代未属三国鼎立的态势, 以及兵家必争之地的大体分布。 那么接下来, 我就带你走进刀光剑影的三国乱世, 在一场场江场厮杀中了解这些兵家必争之地的来龙去脉和重要地位。 首先我们来看看曹魏控制的战略枢纽之地, 襄阳。 在三国鼎立长达六十年的时期内, 吴蜀两国为了夺取曹魏手中这个军事枢纽地带, 发动过八次大的攻势, 可惜都未能成功。 襄阳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首先, 它位于南洋盆地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 周围的水系四通八达, 是从荆州通向北方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 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作者宋杰说, 在中国历史上, 一般依靠长江天险割据南方的政治势力, 都希望把军事防线北推到淮河汉水一带, 建立缓冲区。 如果有襄阳在手, 那么退可以固守襄阳和返城, 遇抵于国门之外, 进可以出兵南洋威胁中原。 反过来说, 如果曹卫控制了襄阳, 那就是掌握了进兵江汉平原的门户, 同时对联系无数两国交通的长江航道, 构成了严重危险。 另外, 襄阳附近由于水系发达, 使得土地肥沃, 农业发达, 谷物可以一年两熟, 有能力解决驻团大军的后勤供应, 省去了从遥远的后方运输的麻烦。 魏蜀三方的君主以及手下的明臣宿将对于襄阳的重要性都有清醒的认识。 孙武早期的名将周瑜就在赤壁之战夺取江陵后, 立刻向孙权建议, 先夺四川汉中, 再全力进攻襄阳, 作为北伐曹操的根据地。 后期掌握曹卫军政大权, 老奸巨华的司马懿也曾说过, 襄阳水陆之冲, 遇寇要害不可弃也。 在蜀两国试图夺取襄阳的八次大战中, 最为惊心动魄, 同时也是最广为人知的, 大概就是219年7月, 蜀汉大将关羽从江陵出兵, 试图夺取襄阳的军事行动了。 此次战役, 关羽借助在江陵训练的水军挥师北上, 同时围困了曹卫控制的襄阳和樊城, 并且在樊城附近, 打败了前来增援的曹卫大将于晋, 俘虏超过三万人。 曹操见势不妙, 赶紧调遣大将徐晃率部增援, 自己也亲率中军前来驻战。 同时, 曹操秘密联络吴国的孙权, 让他从蜀汉军侧后发动攻击, 使关羽后方告急。 于是, 在曹魏孙吴联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下, 蜀汉军的攻势迅速瓦解, 关羽在撤退中也被吴军擒杀。 这一段故事就是在三国演义里快制人口的关云长水淹七军与随后的走脉城。 到了魏文帝时期, 曹魏出于多种考虑将整体防线略微北撤, 虽然没有放弃襄阳, 但把重兵集结地改到了襄阳以北的碗城。 作者宋杰说,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 由于多年兵荒马乱, 南洋盆地的挪业生产遭遇了很大的破坏, 人口锐减, 附近的粮食产出已经供养不了防御在此的大兵团。 其次, 蜀汉占领汉中之后, 就能从西边威胁襄阳曹军的侧后, 所以把大军北撤到碗城, 就可以让大兵团在一个安全的地点固守, 向机而动。 后来, 由于蜀汉在此地军事存亡的消亡, 襄阳凡城一带, 基本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事, 只有少数魏无双方组织的突袭行动, 比如二十六年, 孙吴趁着曹魏帝曹丕去世, 曹魏内部政局扰动的窗口期, 发兵攻击襄阳, 结果遭遇了司马懿率领卫军的痛击, 大败而归。 这是因为孙吴军队在陆战中, 难以与拥有精锐骑兵的曹军正面冲突, 所以压根不想发动大规模正面攻势, 而曹魏呢, 也决定把打击孙吴的重点, 放在了更多面的扬州附近, 因为这里距离孙吴的经济核心区, 太湖平原与都城南京都比较近, 在这里发动进攻, 对孙吴的威胁更大, 自此, 魏无双方的大规模战争, 移到了另一片南北之间的战略枢纽地区, 淮南, 而京湘地区, 自此失去了他在三国地缘战略中的首要位置, 说完了曹魏的襄阳, 让我们再把镜头转移到西南的蜀汉, 来看看三国演绎后半段的另一部重头戏, 蜀汉的北伐, 为了促成北伐的成功, 诸葛亮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蜀汉军队在他的指挥下, 从公元二二八年到二三四年与曹魏交战六次,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六出骑山, 但蜀汉军无力完成目标, 诸葛亮最终在五丈园军中病逝, 令人扼腕叹息, 看到这里啊, 可能大家都要问, 骑山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此地对诸葛亮的北伐如此之重要呢? 骑山具体位置在今天甘肃境内的李县, 也是曹魏边防的重镇, 而广义的骑山地区则指的是甘肃境内西汉水北岸一侧的秦岭之脉, 这里如果被蜀汉控制, 那么宫可以东进关中平原, 守则可以利用甘肃陕西交界处龙山的地形优势以意代劳, 不过在讲述骑山的重要性之前, 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刘备三顾茅庐与上尉出山的诸葛亮进行龙中队的时候,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可能都知道, 当时诸葛亮提出的作战计划是, 天下有变, 则命一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落, 将军身率一周之众出于秦川, 说白了, 就是两路出击, 一路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荆州江陵北上, 沿着襄阳宛城一线挺进中原, 一路从汉中出兵, 沿着当年刘邦进军的路线直指长安, 但是公元219年, 关羽进攻襄阳的失败, 让蜀汉失去了荆州, 所以蜀汉的北伐大军只能从一路出兵, 也就是从四川向北翻越秦岭进行进攻, 但诸葛亮最终的进军路线并没有按照龙中队策划的那样, 从汉中直接北上, 而是选择了向西迂回攻击祁山, 试图从侧面突破曹魏布置的防线, 根据统计, 诸葛亮的六次北伐中, 以祁山为直接目标的就有两次, 而且都是大规模作战, 看到这里有人要问了, 为什么诸葛亮非要舍尽求远, 去攻击偏远的祁山呢? 看看地图就该明白, 攻下祁山之后, 蜀汉军还要长途东进, 才能抵达最终的目标长安, 作者宋杰就告诉我们, 诸葛亮把祁山列为首要战略目标, 为的是首先夺取祁山周边的龙幼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 这里曹魏兵力相对薄弱, 并且民风彪悍, 能够征集到高质量的兵员, 还出产优质的战马, 而祁山当地, 还是龙幼地区为数不多的粮食产区, 诸葛亮深知, 兵力占劣势, 缺乏优质骑兵的蜀汉军队, 打打山地战还可以, 一旦到了关中平原上, 和曹魏军队正面对抗, 胜算是不高的, 所以他打算首先攻略祁山, 夺取隆幼, 在这里补充兵力, 囤积物资, 边炼骑兵, 再挥施东进, 不仅如此, 从地理角度来看, 从隆幼到关中平原, 整体地理态势呈现西高, 东堤之势, 所以如果蜀汉军队从隆幼东进, 则占据了居高临下的地利, 同时夺取了隆幼, 便能在草位的包围圈上撕开一个缺口, 形成对位游西而南的半圆形反包围, 取得战略主动权, 当然, 诸葛亮选择骑山, 除了要形成出其不意, 剑走偏锋的效果, 还有另一个现实的考量, 文史作家张明阳, 在他的中国古代战争史扎记中总结说, 绵延东西的秦岭隔开了蜀汉控制的汉中和曹魏控制的关中隆幼, 如果想从蜀汉境内翻过秦岭进入魏国, 有五条可以使用的交通线, 其中以祁山为终点的祁山道位置最偏西, 但是也是最好走的一条, 无论是大兵团行军或者后勤运输都十分便利, 其他四条虽然路程短, 但地势齐驱, 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路程是难走的战道, 不利于行军与补给, 说到诸葛亮攻略齐山的几次北伐, 最富戏剧性的可能就是二二八年春天的第一次了, 在京剧中啊, 光以这次出征为蓝本的剧目就有三个, 分别是师阶亭, 空城记和斩马素, 简称师空斩, 在实际历史中, 这是蜀汉军头一次北伐曹魏, 而且诸葛亮亲自领军出征齐山, 所以士气旺盛, 再加上曹军没意料到敌人从这个方向来攻, 更是惊慌失措, 很快蜀汉军控制了曹魏拢右地区南安, 天水安定三个郡的大部分地区, 于是战斗的关键就变成了蜀汉军能不能利用拢山的地形, 即使挡住从关中地区火速赶来的曹魏援军了, 如果挡得住, 那么蜀汉军队就可以慢慢把占领的三个郡加以消化, 正是变成自己的领土和下一步东征的桥头堡。 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有马素指挥的蜀汉军队在接艇没有能够挡住曹魏名将张和, 导致曹军长驱直入, 诸葛亮被迫退兵, 导致自己的第一次北伐是先胜后败, 功亏一篑。 更令诸葛亮感到无奈的是, 自此曹魏迅速对拢右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 比如把战斗力最强驻守首都的精锐部队中军调防到这里, 然后魏军还更换了主帅, 首先是善战的曹操养子曹真以及名将张和, 然后又换成了老成持重, 智谋过人的司马懿, 同时曹魏还在拢右地区大量移民肯荒种田, 让这里的驻守大军拥有了足够的粮草, 能够坚守不出以疫代劳, 所以此后诸葛亮主持的历次北伐基本就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而在诸葛亮去世后, 江维主持的北伐更是被迫把禁军路线更加蜥蜴, 集中攻击齐山以西的陆西郡, 战线一度延伸到今天的青海省境内, 当然这种情况只能凸显出总体力量偏弱的蜀汉, 拿不出突破曹魏正面雄厚兵力和严密防线办法的无奈,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位于东南的孙武, 在他和曹魏的长期战争中, 也拥有一块必须固守的军事枢纽要地, 如虚口, 纵观孙武对曹魏的军事大战略, 可以用四个字防守反击来总结, 说白了就是要把边境的长江天险充分利用坐带敌人来攻, 然后运用自己强大的水军优势来克制对手, 赤壁之战后, 孙权和文武仲臣得出结论, 固守长江南岸等于主动将长江天险与曹魏共享, 所以为了保障江东的安全, 必须在长江北岸的淮南这一南北对峙的战略枢纽地区建立外围防御缓冲区, 当然, 淮南地区疆域广阔, 孙吴政权也没有将宝贵的兵力平均投放, 而是选择若干水陆交通节点枢纽, 囤住重兵, 而如虚口则是安徽潮湖汇入长江的水口, 位于今天安徽吴维县东南, 是江淮之间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 联系着孙吴的两大经济核心区, 荆州和扬州, 在前面我们讲过, 公元219年之后, 曹魏对于孙吴的军事打击重点就逐渐转移到了淮南, 由于曹魏每次南下攻击, 同时要携带大量军用物资, 还要出动战船防备孙吴水军袭击, 所以必须水陆并进, 沿着河道进军, 其中最便利的一条进军路线, 就是沿着肥水和湿水两条河流, 也就是今天安徽境内的南肥河东肥河进入潮湖, 再通过如虚口入长江, 如果如虚口落入曹魏控制之中, 那么魏军就可以利用这里优良的港口, 建立庞大的屯兵基地, 从这里南渡长江, 直接打击吴国腹地, 同时曹军还可以顺长江东进, 威胁沿岸的吴国江防重镇, 如吴湖、牛主乃至孙吴的首都建业, 如果曹军自此逆流西上, 孙吴的武昌下口等重镇也将告急, 所以为了保卫如虚口, 孙吴政权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苦心经营, 本来孙权很想夺取潮湖以北的战略要地合肥, 作为从北面防卫潮湖的屏障, 但是孙吴军队陆战能力不够, 屡功不下, 比如公元215年的合肥之战, 孙权趁曹操远征汉中, 举孙吴全国之兵来袭, 结果被曹魏名将张辽打得大败, 这就是《三国演义》中大家熟悉的张辽威震逍遥经故事的由来。 在几次失败后, 孙权决定放弃攻略合肥, 专心经营如虚口。 首先, 孙权在江边建立了背水而立的船物叫如虚物, 乘船到达的吴军将士在此可以下船登陆作战, 如果形势不力, 则可以依托船物周边的城墙进行抵抗。 另外, 在与如虚物相对的山上, 吴国还建立了一座如虚城, 与船物遥相呼应, 对来犯的曹军进行南北夹击。 此后, 孙吴政权还在周边建立东关西关等防御工事和船物,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对于曹魏来说, 孙吴的如虚口如同眼中钉肉中刺, 必须拔除而后快。 根据作者宋杰统计, 从公元213年到252年, 魏吴两国在这里进行了四次大战, 全部是孙吴获胜。 在公元217年的第二次如虚口之战中, 吴军猛将甘宁曾率一百名精锐骑兵, 夜袭曹军大营, 大错敌人锐气。 在三国演义中, 罗冠忠不仅添加了甘宁杀敌一夜, 麾下百计无一人伤亡的情节, 还杜撰了一段, 甘宁在乱军之中救了仇人灵统, 两人兵士前贤的佳话。 后来, 在西晋灭吴的战役中, 晋武帝司马炎听从谋臣扬护的建议, 水陆大军主力绕开固若金汤的如虚口防御地区, 直逼吴国首都建业, 使得孙武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 末代皇帝孙昊只得开城投降, 三国最终归于一统。 好了, 这本《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的大致内容, 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宋杰的上一部著作, 《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地理枢纽》的延续, 在本书中, 作者不仅从经济地理学角度, 解释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来龙去脉, 分析了位属三国各自的经济资源与战争潜力, 也利用近现代军事地理学研究成果, 深入剖析了三国时代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 军事部署和战争模式。 作者宋杰提出, 三国鼎立的本质, 就是在东汉大一统王朝权威衰落的前提下, 传统的北方关东关西两大经济区, 和南方新兴的江南四川经济区, 纷纷割据独立, 进而陷入对峙和冲突局面。 虽然自东汉开始, 中国经济重心逐渐难移, 但江南四川的人口与生产力, 依旧不能与传统经济核心区, 关东关西相提并论。 因此, 曹卫强无数弱的基本格局, 在起始阶段就已宣布奠定。 在领土疆域和基本实力对比已成定局的情况下, 三国鼎立时代的战争, 就从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纵横百合的状态, 迅速演变为沿着边境防线对峙, 围绕少数兵家必争之地, 反复拉锯争夺的状态。 同时, 通过了解历史上真正的三国战争史, 我们还可以发现, 民间传说中三国时代那些奇谋轨迹, 并不能起到倚弱胜强扭转乾坤的作用。 比起弱小的鼠武, 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曹卫政权和后继者西晋政权, 在军事战略上更加谨慎,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从事之中也没给对手太多翻盘的机会。 用魏明帝曹锐的话说, 就是曹卫只要牢牢固守合肥, 襄阳, 祁山三个兵家必争之地, 打好防御战就可以稳操胜券。 读到这里, 我们反而可能会更加钦佩诸葛亮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然勇气。 其实他有一点并没有算错, 就是龙中队里提到的天下有变, 也就是指望曹卫内部发生某种变乱, 然后属无成机联手出兵北伐, 其实啊, 这样的历史机遇真的出现过一次, 公元249年, 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事变, 篡夺了曹卫军政大权, 这导致部分忠于曹卫的统军大将, 如夏侯霸, 亡灵等人或投降蜀汉或举兵反叛, 但是很遗憾, 此时诸葛亮已经去世15年了, 无论蜀汉还是孙武都没有能力一流的统军大将和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诸葛亮生前筹划的宏伟战略。 请不吝点赞,